从前 在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个小姑娘 虽然疼爱她的父母 在对她的教养中 并没有宗教上的严厉苛求 她却独信自己 是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在生 她戴上一撮假胡子 到处访贫问苦 安抚乞讨者 酒鬼和吸毒上瘾者 六岁的她 总同那些她父母觉得 不该来往的人混在一起 每次她父母 把她从那些人中拉回家后 她总会跺脚 尖叫 摔她的玩具 她的父母就会说 一天 小姑娘又溜了出去 可怕的是 整整两天 她父母找不到她的踪影 直到一位陌生的教士 恼怒地打来电话 听到她还平安地活着 她父母如释重负 别的都不计较了 父母二人急急忙忙开车去接她 匆忙中撞上了一辆装肉的大卡车 两人头破血流地死去 小姑娘听到这个消息 只流了一滴眼泪 因为她觉得 如果耶稣的父母 在车祸中丧生也会这样 政府用船 把她送往住在森林中的 养父母的住处 而这对凶狠的夫妻 在向政府申请的表格中 隐瞒了他们的虐待前科 他们恨宗教 恨基督 恨任何人 事实上他们也没恨任何人 就是恨这个小姑娘 小姑娘 以一颗快乐的心 容忍了他们的仇恨 她宽恕了他们 但这似乎毫无用逐 当她坚持在礼拜天去教堂时 他们夺走了她的拖鞋 让她赤脚踩着石子 和碎玻璃的路去教堂 她几小时地跪在教堂里 祈求天父宽恕她的养父母 教堂的地面上 到处留着她脚上的鲜血 他们不说时间 但她回去晚了要挨打 把饭分给穷苦的同学吃 为那些丑孩子叫好 要挨打 跟麻风病人来往 也要挨打 她的生活就是不断地被折磨 但她微笑地忍受着 并变得越来越坚强 对我还想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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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 你还想变成了 是的 你终于得了 我终于得了 我还想变成了 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Do you know Jesus now? No I am Jesus If you are Jesus, let's see you rise from the dead in three days' time 小姑娘想了一会儿,对自己微笑着 她默默地想,我会的,我会的 于是,她等啊,等啊,等啊 三天后,一个走过树林的汉子被一座小小的兴坟伴打 可这汉子是个什么也看不见的瞎子 她爬起来继续走 没有听到她身后一具尸骨在抠挖光盖的可怕的声音 抠挖声渐渐允许 永远消失在这空旷 荒凉,冷漠的树林里 那漆黑漆黑的深水 好吧 你可以用来继续走 好